有热量跟没有热量 就是有热量就是说 我们吃进去这个东西 就是要提供我们 提供我们日常活动 所要耗费的能量 那这种有热量的营养素呢 最主要是三大类 就是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就是 就是米啊 米饭啦 面包啦 面食这种 碳水化合物 那再来就是脂肪 那所以譬如说我们吃 当我们的食物里面 譬如说我们有吃面 比如说你吃一碗牛肉的面 牛肉的面来面 那麵就是碳水化合物 牛肉就是蛋白质 但是牛肉里面有油啊 对不对 油就是脂肪 脂肪 那这三种提供我们热量的营养素来讲呢 碳水化合物呢 它每一公克的碳水化合物燃烧 所产生的热能呢 是四大卡 蛋白质也是 一公克的蛋白质燃烧的 产生的热能也是四大卡 但是脂肪呢 它每一公克脂肪燃烧 它所产生的能量呢 高达九大卡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人类要选择脂肪 作为我们的能量储存库呢 因为它最有效率 是 它可以提供给我们最大的能量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不是坏的东西 它有它的功能在 是 那我刚刚讲这是第一个功能 提供我们的能量 当然因为我们要讲说 古时候的人类 譬如说在冰原时期的人类 他可能今天吃了一顿 下一顿不晓得在什么时候 才会吃得到 都在哪里 对 所以它就需要努力的储存这个能量在身上 所以必须要有这种脂肪组织 一个适当的量 它才有办法去冬眠 因为它冬眠就完全不吃不喝 然后就完全静止了 就是靠它囤积起来的那些脂肪去消耗 对对对 所以当一只熊 它从冬眠醒过来以后 它的脂肪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又要开始去找气的 对要可以大吃的 所以我只要讲说 脂肪是很好的能量来源 是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 刚刚我们看到那张扫描图 我们的皮下脂肪 皮下脂肪对我们人体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绝缘体 就是说当我们外面的空气 外围的环境 如果温度很低的时候 那这个绝缘体 它可以帮我们保护住我们的体温 让我们的体温不至于流失 所以我们是恒温的动物 那所以说像有人说 比较胖的人比较不怕冷 这是有道理的吗 对 像是有道理 因为它这一层比较厚 脂肪比较厚 对对对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 所以有人说 比如说有人说 听说在如果说到高山上 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女生都会比较容易存活 为什么 因为女生的身上脂肪比男生多 真的 据说啦 这也是据说 那它还有第三个功能 就是说 我们刚刚看到 它在这个脏器跟脏器之间 在我们的肠子 外面都有一层油 一层脂肪 还有包括我们的大网 我们的网膜 网膜也都上面都是布满了脂肪 脂肪细胞 为什么呢 就是它就是要让我们在我们每个 肠子跟肠子之间呢 它又有一个骨胸 就是它的减少这个摩擦的力量 也是等于保护我们的脏器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脂肪基本上它有这三大功能 那但是后来 竟然又有很多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发现说脂肪组织本身 可能也是我们体内一个 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 因为脂肪组织它会制造出一些 目前还不是很了解的一些荷尔蒙 那会跟我们身体 其他的荷尔蒙交互作用 来产生一种肯定的情况 所以还有很多脂肪组织 可能还有很多的学问 等待着我们去探讨 还没有被发现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脂肪说起来 也不是说完全是不好的东西 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幻灯片 好 讲了这么半天 大家不知道脂肪组织 长什么样子 是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脂肪组织的切片 我们看到那个中间 那个白白一个空 一个一层一层的 那个里面就都是油 那我们人体当中呢 大概在脂肪组 所有的脂肪组是加起来 大概有250到300亿的脂肪细胞 哇算亿的哦 对对 这么多 对很多很多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那这些脂肪细胞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一个一个的细胞 是 你看到那个脂肪细胞里面呢 它绝大部分呢 都是被这种脂肪 就是它就是囤积脂肪嘛 它就是储存脂肪嘛 是 它就储存这个脂肪 那这个脂肪呢 90%以上呢 是一种叫做 三酸甘油脂的一种 中性脂肪 嗯哼 那这个脂肪 储存起来的话呢 你看 当我们如果说你 储存的脂肪越多的话呢 它这个脂肪细胞 就会越胀越大 越胀越大 哦 就好像那种海绵吸水一样 会膨胀 对 它里面 事实上它里面可以放很多 就是说 当我们如果 我们比较瘦的时候 我们的脂肪细胞 它就会比较小 哦 里面的脂肪 就会比较小 少一点 嗯哼 当我们脂肪 比较胖的时候 我们的脂肪细胞 里面的脂肪 优质就会量 就会增加 它就会变得 比较胖一点 哦 是 所以蛮有趣的 一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人类的脂肪细胞呢 大概是从 一岁到青少年 这个阶段呢 它会 它会进入所谓 就是这个 就是繁殖的阶段 它会 树木它会增加 大概一岁开始 到青少年的时候 就是脂肪细胞 在这个阶段 树木是一直在增加 那等到我们 大概成年了以后呢 我们的脂肪细胞 大概就固定下来了 那脂肪细胞固定了以后 那为什么 有的人还是会发胖呢 对 就是因为我们的脂肪细胞 我刚刚讲说 这个脂肪细胞很有趣 它大小会 会 会 会这样 会变大或缩小 对 就当你的脂肪 多一点的时候呢 那个脂肪细胞 就会变大 是 那脂肪少一点的时候 那脂肪就会缩小 那脂肪细胞如果缩小了 我们人就变瘦了 变瘦 对 那不过当然还是有一种 就是当你的这个脂肪 真的囤积实在太多太多了 那这个脂肪细胞没办法了 它最后它还是要分裂了 所以真的到非常非常 极度肥胖的时候呢 它最后脂肪细胞 还是会增加 还是会增加 对 哇 那大概是要吸收很多油脂 对 大概就是到一定的程度以上了 是的 好 所以其实这个脂肪来讲 虽然它就是如果太多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发胖 但是也不能完全没有 因为它也是有保护我们的作用 还有提供我们的能量 对 这个部分 那么到底这个脂肪 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OK 来 那这个就我可能要用一个 一些换灯片来跟大家做个解释 大家会比较了解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里面呢 提供热量分成三大类 就是 碳水化合物 就是所谓的糖类 蛋白质跟脂肪 那我们吃进去 吃到肚子里面以后呢 就会在我们小肠 就当然我们就经过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然后在小肠 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小肠吸收 那在小肠吸收了以后呢 这些营养素呢 就会被运送出来 那最主要 最主要会运送到我们的肝脏 所以我们肝脏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制造脂肪 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它会把多余的 就是说你用不到的 你需要用的 当然它就会送到我们 我们用最多的 消耗葡萄糖最多的是 我们大脑跟我们的肌肉 那它会把这些东西运送出去 那如果说已经够了 剩下来的 剩的 剩的 多的 怎么办呢 就在我们的肝脏呢 它会把它转换成 所谓的这个脂蛋白 就是所谓低密度脂蛋白 或者极低密度脂蛋白 那脂蛋白可能大家听不懂 简单说就是肥油啦 它因为它会把这个 它把这个脂肪制造出来以后呢 它会经由血液的输送